我国是人口大国,日常生活中吃饭离不开筷子,但2000年以前,筷子行业还只是停留在小作坊生产。 而创立于2002年的双腔科技公司抓住了这一商机,投身于餐厨工具制造,从筷子延伸到砧板等日常厨具用品。 经过了多年的打磨,双腔科技公司自主研发工艺产品,并多次在国家级活动如北京奥运会、杭州机20峰会中作为礼品,走出国门。 据统计,双腔科技公司2020年的营业收入已经达到了8.34亿元,筷子年售约3亿双。 当然,这一切都离不开公司的董事长郑成烈的掌握,他的身价也因为公司的成功上市上升至16亿。 讲述原创商业创始人故事,传播顶级商业智慧。 本期《创始人观察》就带领大家认识双腔科技的创始人郑成烈。 1970年2月9日,郑成烈出生在浙江的一个叫庆园的小县城,家里很穷,父母都是靠着卖粮食得来的钱供一家人生活。 郑成烈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,因此他很想要摆脱这种生活,不想再为下一顿粮食而发愁。 不想再为读书的学费而发愁。 更重要的是不想父母再为这个家而操劳。 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? 在读书的年纪,他从未让父母操心过他的成绩。 可以说,在每次学校考试后,从成绩表后面开始数总是看不见郑成烈的名字, 因为他一直稳居第一名,这也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学习目标。 郑成烈本可以凭借他的成绩考一个很好的大学,但他觉得等不了。 他想尽早地为家庭减轻负担,所以郑成烈来到了浙江建筑工业学校。 在郑成烈的理解中,他认为干建筑这一行是最赚钱的, 以单的成交额少则几万,多则几百万,几千万,他期待着自己能早日到达那一步。 从浙江建筑工业学校毕业后,郑成烈就顺利被分配到了一家建筑公司上班。 带着梦想的激情,郑成烈在建筑公司中专挑最苦最累的活来做, 后来,他甚至做到了可以一个人指挥县城最大的金融中心施工工作。 但慢慢地,郑成烈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, 建筑公司的工作不仅全年无休, 而且薪资少得可怜,只有几百块钱。 最后,因为与梦想的实现相背离, 郑成烈离开了他干了四年多的建筑行业。 在那段缓冲期中,郑成烈又尝试了不少工作,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与做生意有关。 郑成烈开过便利店、服装店, 但因为经营了一段时间后还是未达到自己的预期, 这些店铺的结局就是统统关门。 这条路不行,那就换一条路, 郑成烈就是凭着这样一种敢拼敢闯的精神, 与哥哥一起尝试着经营一家筷子厂, 这就是双腔科技公司的前身。 在21世纪之前,筷子生产并不是非常规范, 标准化,以小作坊,小工厂为主, 因为成本本身就不高, 在市场流通的筷子产品大都是普通人可以接受的价格, 质量普遍不高。 在了解到市场现状后, 郑成烈就想着他创办经营的筷子厂一定是要与众不同的, 这种与众不同并不是标新利益, 而是提高整个产品服务质量, 给用户最好的使用体验, 打造出国家品牌,民族品牌。 说做就做, 郑成烈有了想法, 就想着要实施, 但由于他之前的生意都失败了, 手中并没有多少积蓄, 他的哥哥跟他的情况也差不多。 于是郑成烈就想着借钱, 要知道在1995年向银行借几千块就需要一系列的审批程序, 这期间需要等待几个月的时间, 郑成烈显然是等不了这么长时间, 更何况他需要的启动资金是一万为单位。 后来, 在他人的引荐下, 郑成烈通过高利贷筹集了20万元的启动资金。 郑成烈首先就更换了一套先进的生产设备,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, 终于生产出最新一批的筷子产品, 不仅是样式美观, 而且工艺精致。 当他兴致勃勃地把120箱筷子送到浙江人流量最大的义乌商品市场进行售卖时, 由于价格比市场高, 他的筷子无人问津, 他只好又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, 那就是先是销, 后付款的模式, 这才吸引了前来进货的一个老板的订购, 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, 这也是双枪科技公司的第一个订单, 质量是产品的保证, 只要厂家是真心实意地做产品, 那自然不愁没有人买, 就算遇到了一定的销售困难, 那也只是时间问题。 郑成烈的筷子产品在那个老板拿回去市销后, 很快就被一抢而空, 老板自然是高兴都来不及, 很快就与郑成烈的工厂签订了长期合作的合同, 并支付了第一次合作的现金。 好的口碑自然是人们口口相传来得更快, 自此之后, 郑成烈的双枪工厂走上了正轨, 慢慢成为了一个有质量, 有销量的双枪科技公司。 其实在郑成烈之前, 很少会有人把筷子当成一件工艺品来对待, 郑成烈正是发现了这其中的商机, 做到了把筷子生产变得标准化, 产业化, 科技化, 就这样坚持了二十几年, 最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成功。 他曾自我调侃, 说道双枪就是融资出来的, 自己在创业过程不知做过多少的冷板凳, 受过多少冷嘲热讽, 大都是因为他那率真求实的性格。 郑成烈从来不喜欢为公司定下那些假大控的目标, 他也不喜欢阿谀奉承, 一直都是靠着自己实实在在地努力, 把双枪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科技公司。 郑成烈也一直很注重公司的员工管理, 在他的理念中, 那就是归结为一句话, 让员工当老板, 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。 郑成烈曾说过, 想把双枪打造成知名民族品牌, 筷子文化本身就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, 他大胆提出这样的一个品牌设计, 那就是把中华传统文化工艺融入到筷子的设计生产中, 如印花、激光雕刻、手绘, 让双枪生产出来的筷子产品有了品牌的特色。 除了生产销售筷子之外, 双枪还生产砧板等其他一千多种日常厨房用具, 线上线下把控一样严格, 并成功在各大国家级活动中亮相, 作为品牌方的文化礼品赠领。 公司拥有40项发明专利, 99项实用新型和122项外观专利。 这也是双枪企业文化的其中一种, 即产品美, 剩下的三美则分别是员工美、环境美、财报美。 说起财报美, 那可不得不提双枪科技公司在2020的年度营业收入了, 已经达到了8.34亿元, 并逐年稳步增长, 比同行业产品销售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加起来的总量都要多, 在行业中常年占据榜首, 其中光筷子一样产品年销售量就达到了3亿双。 如今的双枪公司已经在2021年8月5日作为筷子第一股成功上市, 使得郑成烈的身价大幅上升, 达到了16亿元, 而双枪公司也在它的管理下继续拓展着销售途径, 提升产品质量, 提高公司盈利, 将双枪造的产品送出国门。 您看了郑成烈的创业世纪有何感想呢? 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创始人的创富故事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 请为我点赞评论并转发, 让更多的人知道商业创始人的创富故事, 传播顶级商业智慧, 让更多的人获得启示。